我可能找到了最简单的人工智能 Blow年的油管频道的立即市场 这个频道呢 才开始短短两个月时间 只发布了十几个视频 已经有近百万的观看量 目前呢 拥有超过11万的订阅者 另外呢 还有一个相同领域的频道 也是刚刚才两个月 就有多个视频的观看量都超过了百万 并且已经拥有超过6万名的订阅者 这一频道呢 每个月都能够赚取数千美元 最疯狂的是呢 也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内的时间里来制作这些视频 而且呢不需要任何的视频剪辑经验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最受欢迎的 Marcus Aurelius once wrote When you arise in the morning Think of what a precious privilege it is to be alive To breathe To think To enjoy To love In this light How can we cultivate mornings That align with this stoic appreciation for life Reflect on the transient nature of life One of the foundations 我想大家明白了 这些都是基于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哲学家 斯多格的一些 历次的一些古武人心的一些视频 对这类视频呢 你只需要三样东西 这些平和的音乐 然后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一些肌肉 发达的人 然后呢 古希腊的一些雕像和低层的一些配音 Preferably this exact voice Because again everybody uses the same one 创造这些艰巨的工作 会告诉你在哪里可以得到这个声音 但是首先呢 我们先从那个图片开始 你需要将这些古希腊暗黑风格的 这些肌肉发达的雕像 然后呢 我向大家展示 如何用一个免费的人工智能 AI图像生成工具 真正这些图片 但是呢 我们要做得更好 就是说因为要吸引人的视频是非常重要的 从镜子中才能够脱颜而出 你呢 需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告诉你 如何使用一个简单的小技巧 结果在几分之内 将视频的吸引力提高至少10倍 我呢总是喜欢这个Linode AI来生成图像 你呢 每天可以获得免费的150个积分 这足够你制作图片的 对于这些视频呢 我建议使用 Absolutely Reality模型来处理这些图像 为了这个视频呢 我测试了几十个不同的提示 这个呢是最好的 生成你满意的出现之前 你可能需要多次尝试 这一场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来建议你在下载之前呢 把图像进行一个高清升级 点击下面的upskill按钮来升级 使它更加清晰 现在下载图片 如果你想让人物处于不同的位置 比如坐着呢 你可能需要调整这个图像的一些 参数和宽高比 比如说16比9的宽高比 图像呢就会更宽 所以呢 如果你想改变这个人的位置呢 只需要在第一句提示后面加上 这个比如说坐在椅子上 我想从侧面看这个人 所以呢 我也会把这个加到提示谱当中 非常好 但是呢还多了一尊雕像 稍后呢我会把它剪掉 所以呢没有关系 再次升级upskill图像 并且选择下载 然后我们来到开网 点击创建设计 并且选择格式 然后上传你制作的图片 选择图片 进入编辑图片 在开网中选择 这个背景删除功能 能够删除背景 此功能呢将删除这个图像的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只会看到一个雕像 我呢也要切掉这个第二个雕像 你呢还需要对另外一个图像 进行相同的操作 这里大家要注意仔细 我将用两种极其简单的方法 使图像呢 栩栩如生更加生动 一个一个的做 需要更多的时间 但是呢效果会更好 你需要使用图层 只需要处理前景和背景 而对于另外一个呢 你只需要一个前景 然后中间图层和背景 让我们从这个开始 当然这个人物是前景 对于背景呢 我将要寻找一个 我想要创建的场景 相匹配的一个视频 最好带一点运动 例如这个雪豹与山脉 这将看起来呢 非常的震撼 让我们放大视频 使其适合整个屏幕 并将其放在 被设置为背景 现在呢 对中间图层呢 我要找一张 符合场景的图片 比如这个古罗马的一些 柱子石柱 非常的不错 再次选择图片 然后呢 点击编辑图片 我来将再次 让图像放大 使其适应整个屏幕 并将其放置在 这个人物的后面一层 然后就这样做 你就能知道这是否是大致你想要的整体的风格 现在呢 我们再来建立另外一个 对于这个呢 我只需要搜索一个烟雾视频来添加背景 然后呢 这个颜色无所谓 只需要视频本身 我来将在第二秒向你展示 如何将所有的东西的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现在呢 你要做的是 把每一层分开 你只需要复制并删除其中一个图层 并对另外一个图层来做同样的操作 然后下载所有的图片和视频 我们来需要分别下载图像和视频 视频来选择MP4格式 然后勾选要下载的视频 将页面呢 设置为单独文件下载 然后图像 我们选择PNG格式 勾选所有的我们需要的页面 并且选择透明背景 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的 现在开始下载 现在打开视频编辑软件 详哥强烈推荐使用CAPCAT 因为呢 它是完全免费的 并且呢 界面也是非常的友好 保入刚刚下载的文件 首先我们把烟雾视频 放在实际轴上面 然后呢 把这个人物放在烟雾视频上方 然后拖动图片 使时常与视频对齐 现在呢 为了使所有的内容完美的 综合事业一起来 我们需要选择视频 并在右上角上进行调整 然后向下滚动 找到饱和度 把这个一直拖到左边 然后就删除了所有的颜色了 就成为一个黑白视频了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饱和度 对比度调节 让视频更加完美 我来将亮度设置为-30 然后对比度设置为-25 -26 然后呢 对剩下的片段做同样的处理 设置饱和度滑坏 一直拖动到左边 但是呢 这一次我想增加一些亮度 比如说亮度增加到20 然后最后一步呢 是选择图像和视频 然后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 Blind组合在一起 然后将这两个视频合成一个 如果你想还可以添加一个变焦效果 让你的视频更加的完美 然后来到视频右上角的选项 视频选项 然后在基础设置这里 然后找到大小 位置 然后添加一个关键针 将计时条拖动到轨道的末端 并添加另外一个关键针 如果你现在增加这个视频的比例 视频的大小 将从一个关键针 逐渐增加到进入关键针 然后就像这样 逐渐放大的这么一个效果 好了 真正的关键的部分开始了 首先将在背景放在首位 然后是中间图层 然后最后是前景 然后扩展图像 拉动它 然后使它们与背景视频同样长 然后我们再次进行调整 将饱和度降到最左边 然后降低亮度 然后增加它的对比度 对中间图层也要做相同的调整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前景 我们也做同样的调整 但是来把人物的亮度给它增加一点 使这个雕像看起来更加突出 显眼一些 那为的是图片像更逼真 我们还将使用关键针来缩放效果 但这次要是背景和中间的图层 从屏幕的右侧移动到左侧 首先选择这个背景增加一点比例 增加到130% 现在要做的是轨道开始这个关键针 然后这是把X字设置为300 然后将G4条拖动到轨道的末端 再次打上关键针 现在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字从300条到-300 然后你就会看到背景是移动的 下一步是对中间位置的图层 做同样的操作 但是这是要减少移动 再次缩放图像 但这次比背景图像要小 例如是110% 然后X字设置为150 然后不要忘记添加一个关键针 现在将G4条拖动到轨道末端 现在添加另外一个关键针 将X字从150 然后更改到-150 然后你会看到背景比中间需要移动的快 然后就给一种立体环绕围绕的一种效果 然后为了更好的效果 你可以在中间的背景上 然后添加一个特效 在左上角点击这个F的特效 然后找到模糊效果 在背景上上方放置一下 然后调整为30 对中间位置做同样的操作 将这个调整为15 然后看看效果 调整为最合适的状态 最后来我们把三个片段 组合成为同一个视频 如果喜欢 你还可以添加一个放大的效果 当这些都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看效果 然后这是一种 是这些视频看起来非常高质量的 简单的一些方法 其实你不必为每个视频都制作 这些全新的场景 你还可以在多个视频中 都重复使用这些场景 只需要把它们调换一下 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来开始配音 对于配音我们需要一个剧本 一个好的剧本 对于高的关注度是至关重要的 从这情况下 如果你不会使用XGPT创建脚本 然后搜索出来的剧本就很平淡 这就不是我们所需要想要的一个爆款了 现在我将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技巧 如何让XGPT制作出一个非常出色的脚本剧本 把复制好的描述词的粘贴在这里 描述需要两页东西 就是说你需要在脚本中加入基本的信息 和爆款视频剧本里面的给你的一些灵感 然后这是我从网上找的几句 比较好的坚韧的名言 怎么找出来我们打开扭管 然后找到描述 然后往下面拉 然后把这个点开 然后就是三个点这里 然后并选择去掉时间拙 然后现在复制这个文本 粘贴在提示子当中有了这个提示 XGPT就可以完全以相同的风格和布局 就是重写为原创里的脚本 然后完美复刻爆款文案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脚本 因为它达到了大量的观看 现在的复制脚本 这就是我们想要制作旁边的地方 首先转到VoiceLibrary 然后来找到Marcus Voice 这里我已经直接链接到Marcus Voice和描述 如果你找不到了 这些都是爆款频道在使用的声音 只需要选择添加到VoiceLibrary 对于这个声音 我建议你使用这个Snapit设置为50% 然后星期度是70% 样式设置为0 现在复制脚本并粘贴进去 然后我的脚本太长了 所以我将它分成分割成两部分使用 你还需要一些制作氛围的背景音乐 我来喜欢使用Apti Mixed Sound的音乐 你确保了不会遇到版权问题 他们拥有最大的无版权的音乐库 只需要搜索氛围 并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 然后把它们放在你合适的地方 然后在镜头之间 我建议你加一个较长的黑色的转场效果 然后点击左边的Transition 找到Black Bay Transition 在场景之间来拖动它 然后并将持续时间延长一点设置成4秒 然后最后一步是添加字幕 点击左上角的文本 并选择自动字幕功能 然后这将根据你的语音自动生成字幕 然后把它放置在屏幕中间位置 选择你喜欢的右边的一个字体 并根据自己的喜欢 调整好看的一些样式 这样就会制作完美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 每天晚上我们来带来富装一个新的日子 每天早上我们来打 stage